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很多人眼中,中东是一个欠发达地区 其实,这种看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近年来,在全球跨境电商市场上 中东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具有很大潜力 整个中东的人口结构天年轻化 人均GDP领先全球,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1.中东电商市场,情况沙漠,骆驼 传统的阿拉伯服饰,这是我们印象中的中东 它同时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 比如阿联酋的迪拜,就是其中的代表 独巴夜景中东市场的整体情况 2016年的全球零售增长率是23.7% 按地区排名,第一位是亚太地区 接下来是中东和非洲,还有拉美地区 这三块是全球电商零售增速最快的区域 我们定为蓝海市场 中东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科威克,巴林,卡塔尔,阿曼等国 互联网的渗透率超过90% 智能手机的渗透率超过65% 但整个电商却在GDP中只占了0.4% 带挖掘的空间是巨大的 目前阿联酋将是海湾最主要的电子商务市场 占海湾电子商务市场53% 其次是沙克,阿曼和卡塔尔 预计到2020年,中东的电子商务规模将增长40%以上 中东市场首级的移动端的流量占比移动端流量上 全球的平均值是23% 中东最大的两个国家阿联酋是49% 还有SA是55% 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发问率平均每天有3亿的访问量 50%看YouTube本人是在移动端看视频的 有这些知识还不够 进入中东市场还应该注意宗教 气候、法律等细节问题 以气候为例 基本上中东气温从3月份开始到10月份 维持在30至40度之间 这直接关系到夏装与春秋装的占比 白天的平均温度25度 比较适合女性的连衣裙等等 夜间适合穿夹克风衣等等 这些数据也是需要考虑进去 二、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东电商市场前景广阔 但仍面临许多挑战 以下是一些关键问题 堵塞的物流中东地区存在很高的贸易壁壁 电商很难推送产品 若公司遭遇高额关税 变化的规章制度和汇率波动 通过海关运输货物无比艰难 金融法规面临中东种种不利条件 大多数初创企业很可能会遭遇绝境 例如 埃及没有扩产法 如果债务不能按时偿还 企业家可能会坐牢 获得人才在中东 通过提供股票期权来吸引人才 是个陌生的概念 很多企业还被迫遵守着过时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劳动法也是解雇员工非常困难 该地区现有的教育体系 也为让当地人具备写代码这类基本的技能 对于中国卖家来说 想解决这些问题 成功打入中东市场 需要一个对当地市场 人文 法律都十分了解的合作平台 三 著名的电商网站 尽管该地区的初创公司面临诸多问题 但许多公司还是成功的克服了重重困难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东结出了一个初创公司是Walli 它在A轮融资中获得6700万美元 Walli的货源来自于不同零售商 而不是像亚马逊一样存储在仓库里 这让它拥有比亚马逊更快的发货速度 Mamsworld是另一个著名的电商网站 它专门销售母音产品 在B轮融资中从Wallem Capital Travel 54 In Ever Capital 获得数百万资金 中东地区其他有实力的电商 包括Ado Awa Namchi Jalichit 尽管中东市场存在许多障碍 但这些电商的成功仍鼓舞人心 它们的成功激励着 更多商家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经济改革 劳动法的改善 以及互联网普及率的稳度增长 将推动电商市场 在下一个十年内达到新高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